天主教就是大淫妇吗? DK这么说,我们也这么认为 就连圣经也是这个样子暗示的 但是不要听我们的 我们可以看看天主教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一直以来天主教都是反对堕胎 支持家庭,支持生命最主要的推手 现在梵蒂冈下了一个命令 开除了一个在德州的主教 因为他反堕胎,支持川普 而且给他冠上的名义是 blasphemy,亵渎 天主教真的是大淫妇吗? 我们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1月6号这个搞笑团体终于开会结束了 民主党现在要使用这个讨论结果 要制止川普竞选2024 这代表了什么? 对我们保守派基督徒有什么意义? 根据CNBC的报导 在这个经济萧条通货膨胀这几年 有一个产业蓬勃发展 每一年多出了9亿美金的市场 这个产业就是玩具产业 最新的顾客叫做 kiddles kid and adult 说穿的就是长不大的成人 那这代表了什么? 我们又可以从这个样子的 不起眼的统计数字当中 看到我们该做什么 以及我们能做什么吗?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成为一个会员 你其实在帮助我们 帮助我 还有我们所有的员工 可以有工作的能力 有能力继续来报这个样子的新闻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抵抗 现在的政府 这个样子的大政府 左派这样子侵蚀的话 请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们就先从这个议题开始吧 毕竟这是一个基督教的频道 大卫或是DK 常常在他的节目讲到 根据圣经 还有目前各个基督教的教导 他认为天主教是圣经当中的大淫妇 说真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 但是我们这几年有看到 天主教有非常多的人 起来抵抗 不管是左派现在的议程 不管是同婚 避孕 堕胎 甚至枪支议题上面 这都非常多的保守派 说真的 天主教这些教主主教 做的比基督教 每个星期都只在那边讲说 沟通的艺术 然后教我们要 教会要更有爱 更接受罪 才能留学年轻人的那些牧师 多多了 但是 他们不是大淫妇吗? 为什么他们的主教 会比我们的牧师 还要更敢抵抗 这些政治的体制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敢禁止 Nancy Pelosi 跟Joe Biden 领圣餐行圣礼 然后基督教的教堂 在那个地方 挥舞六色旗 还有变性人的牧师 答案是 真的有很多天主教徒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 很多他们主教是读圣经 知道真理的 但是天主教 这个本身就是跟左派政府 勾结的很透彻的一个体系 而且是由上至下的教宗 以及政府的勾结 大家都知道 目前天主教的教宗 是个大左派 同婚 吸毒 堕胎 样样都接受 只要爱就好了 而且在他们天主教体系里面 也正在驱赶保守派的声音 最新的一位主教 或者是神父 Priest 他的名字叫做 Frank Pravan 在德州 他被冠上了 在社交媒体上面 亵渎神 而且支持川普 以及共和党 只因为他支持生命 反对堕胎的政治理念 被删除了主教的职位 这个是他爆红的影片 他把一位被堕胎的婴儿的尸体 放在了讲桌上 在根据报导上面说的是 放在祭坛上 Catholic priest Father Frank Pavone 是发生了 controversy after live streaming a video on Facebook where he lays an aborted fetus on the altar in an appeal for voters to choose Trump Don't pretend that one isn't better than the other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here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for children just like this who are going to be continue to be slaughtered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Father Pavone captioned the video writing Hillary Clinton and the Democratic platform say yes let the child killing continue and you pay for it Donald Trump and the Republican platform says no the child should be protected Pavone is a priest in Amarillo Texas and is a long time vocal opponent of abortion he officially endorsed Donald Trump on Facebook and is urging others to vote the same way as him 就只因為這個樣子 我可以完全了解 這個主教的心情 因為我也有跟一位牧師 為了墮胎問題 吵過架 當時那位牧師說 我是偶像崇拜 川普變成了我的偶像 然後我就說明說 我為什麼支持川普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議題就是 墮胎這個議題 之後的吵架內容就是 什麼基督徒不能支持墮胎 最後他講不過我 就跟我說 我是牧師耶 我哪個哪個神學院畢業的 我哪個哪個明目幫我暗目的耶 我就跟他說 希望耶穌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可以救你喔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就是因為 你把這些東西 你把你的牧師這個頭銜 當成是偶像了 那我們回到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就在說 天主教把他提出去了 他不能是主教了 不能在天主教裡面服侍 這類的事情 在天主教裡面 是很難發生的 特別是冠上 褻瀆神這個名號 而且這個是對於 基本上是 整個天主教體系裡面 最反墮胎的主教下手 至少在美國 他就是天主教 反墮胎的一個代表 然後他們廢除了 他主教的名號 而且冠上了 褻瀆的罪名 這個影片至少是 大概六年前的影片 裡面那個嬰兒的屍體 最後也是非常慎重的 依照天主教的儀式 埋葬了 而且那個也不是祭壇 那是他一個私人的 他平常錄影的時候的一個桌子 並不是祭壇 他想要在影片裡面表達的東西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墮胎的真相 是多麼的噁心 多麼的無恥 多麼的褻瀆神的形象 很多人會覺得 他這樣子的行為很不妥 當然我們應該要覺得很不妥 我們也覺得很不妥 我也覺得很不妥 但是當我們在抵抗這一個 歷史上最可怕的大屠殺的時候 超過希特勒大屠殺的猶太人 超過斯大林屠殺的俄羅斯人 超過毛澤東屠殺的中國人 我們就是要把這麼噁心 這麼醜陋 這麼無恥的事實 擺在所有人的面前 我們要人面對面的 面對他們自己的決定 那在我們保守派裡面 就有無限的爭執 就是這個是要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把這些可怕害人的影像 公開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做的就是 讓那些被屠殺的嬰兒 徹底消失 對我來說 這樣的東西是必要被人看到的 這樣的屠殺的事實 是需要被人了解的 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大屠殺的運動 這些血腥的畫面 都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使用各式各樣的詞彙 來美化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跟中國人到現在 還覺得文化大革命沒有死人 俄羅斯人還覺得史達林 是非常成功的政客 北韓還覺得金正恩 是偉大的領袖 日本人還覺得南京大屠殺沒有發生 人類是非常健忘 而且非常的無知 話又說回來了 這些嬰兒的屍體 通常都是直接跟這些醫療廢棄物 一起丟掉的 裝在垃圾袋裡面 直接拿去發電廠燃燒成能源 變成你跟我用的電 這位Frank Probot 主教讓那個孩子不用被殺死丟棄 之後還被這個樣子羞辱 這個主教保守了那個孩子最後的尊嚴 我不知道這位天主教的主教做錯了什麼事情 再說一次 那個孩子的屍體會跟垃圾一起丟掉 相反的 他反而是證明了這位受害者的人格 那如果這些都不管的話 這跟褻瀆神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你可以觀賞其他的適合的罪名 就是標籤很不適合 博眼球 驚悚 非主流 天主教其實可以標上很多其他的標籤 我們都可以討論這些標籤是否符合這個事件 但是 褻瀆 這個事件 褻瀆了什麼 那不管你覺得是怎麼樣的 事實就是 如果他今天做的事情是個罪的話 他在這裡 為了還沒有出生孩子奮鬥 太激進 太極端 我個人是認為是不可能的 說真的 我覺得如果要為了六千萬無辜的小孩 打內戰 解散美國 我都覺得應該是應該的 是必要的 就算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樣 但是他會被開除主教的職位 廢除神父的職權 我不是個天主教徒 但是他被廢除 我覺得天主教的制度 實在是太噁心了 特別是當我們想到那些 沒有被廢除的職位 沒有被廢除職權那些主教跟神父 就跟我一開始說的一樣 冠上褻瀆 而且廢除職權 是在天主教內非常少見的情況 或許以前有一段時間可能很常見 但是現在的情況 廢除主教職位 禁止禮拜 禁止聖餐 開除教集 在天主教裡面是非常少見的 那些戀童癖的主教 性侵小男孩的神父 那些搞gay的主教 如果天主教要開始搞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必須說 有非常多的人應該排在 Frank Pavard前面 打個比方 打個比方 James Martin 他是一個耶穌會的會士 就是沒錯 就是常常出現在Q裡面 那個Jesuit 那個耶穌會 他就非常公開的抵制羅馬天主教 在道德層面的教導 特別是關於性愛的方面 他是一個揮舞著彩虹旗 驕傲的褻瀆者 提倡性犯罪支持 而且鼓吹同婚 公開的反抗天主教的道德教導 不只是這樣 他還說聖經是錯誤的 聖經的道德處罰是錯誤的 不只是同性戀各式各樣的東西 他承認這些懲罰都在聖經裡面 但是他覺得都是錯的 特別是在立位記那個地方 這裡是一段影片 歡迎大家看一下 他們認為這道德是不適合他們 他們認為是不適合他們 他們認為 我會封鎖他們 我會封鎖他們 在聖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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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應該要被捕到死 反正他就是在把立位記裡面給祭司的這些律法 跟普通人律法 好像弄得 刻意弄得好像聖經很愚蠢一樣 是個智障一樣 这里是他在说 圣经里面的律法是错的 圣经是错的 2019年他说 有趣在圣经里面提到 同性性行为的时候 非常明确的抵制这个样子的行为 我完全了解 但是问题是 圣经的审判是否正确 圣经也有讲到奴役制度 但是并没有攻击这个样子的制度 圣经是unjust 不公益的 那这里有什么问题 只是一个大概 美国职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天主教的主教 说圣经的道德层面是不正确的 是不公益的 所以这个就是个大问题 如果圣经在这个上面是错误的 那还有什么东西 圣经上面也是错误的 圣经还有任何道德价值标准吗 这个样子的言论 从主教而来 就已经彻底的诋毁了 圣经道德层面的权威 那既然你是一位主教 那你就诋毁了教会的道德权威 诋毁了神的道德权威 亵渎神的律法 亵渎神的话 那他有被开除吗 他有被废除职位吗 当然没有 反而这个样子的主教 在天主教里面 得到了非常崇高的职位 而且被邀请到了梵蒂冈 得到了更多的权利 因为他的想法跟教宗一样 他想说的是教宗想要教导的东西 一个无耻的教宗 诋毁了圣经 带着教会依照启示录里面 大淫妇的方向走 他们崇拜的是教宗 是LGBTQ 是左派议程 是政治 是权力 他们口中的合一 是创造一个多神论的敌基督的合一 而且使用他们的权利来抵制真正建立神国 为不能说话的人征战的神职人员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大淫妇 我们不应该相信任何的人 因为人都有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 人控制的天主教教会 是不可以相信的 左派他们常常假装相信人民 他们常常假装相信拉丁文 常常听到的Vox Populate Vox Dei Vox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God 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或者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 但是很明显他们完全不相信人民 我们可以从现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里面看到 他们还是在试图阻止川普参选2024 数十位民主党的人站在众议院的众议员 David Cecilin 提出的法案后面背书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片段 And you have a bill that would bar former President Trump from running for office using a clause in the 14th amendment if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prosecuted are you going to withdraw that bill? Do you want to still see that bill go through? No, look, the 14th amendment makes it very clear that if you have engaged in an insurrection or assisted others in the same you are disqualified from holding federal office Section 5 of the 14th amendment then says Congress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enact legislation to enforce that provision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engaged in an insurrection and he's disqualified from holding federal office and the constitution calls on us to pass legislation to enforce that if he's convicted of that obviously that happens automatically but there this legislation was introduced because the evidence had been presented that shows that he did engage in an insurrection and he's disqualifi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we took an oath to the constitution we're required to enforce its provisions we can't pick and choose and the president the former president is disqualified under the very language of our constitution from ever holding federal office again 这个法案不可能生效 而且只要有人提告 在法院里面就绝对站不住脚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指标 就是民主党他们有多害怕川普 就算他们在那边说我们不在乎啊 川普2020就选输了啊 再来一次我们也不怕 我们还希望他在他在选票上面 这样子我们赢的几率反而变得更大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 他们没有他们说的这么有信心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在试图立法 来阻止他继续参选 为什么勒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这个人在选票上面的话 他很有可能又当一次总统 他们在这边做的事情就是使用 宪法第14项修正案的第三段 来阻止川普参选2024 因为他们要指控川普叛国罪 因为川普领导了这个1月6号 January 6这个叛国行动 美国的民主的耻辱 因为这是叛变 但是目前没有人在1月6号的活动当中 被判什么叛国罪或是叛变 有被什么定什么妨碍风化 有造成混乱 破坏公务 没有人被指控判国罪 这还不是定罪 是连指控都没有 川普则是什么指控都没有 全部都是民主党花了一堆钱 纳税人的钱 然后什么都没有做好几个月而已 这个会在目前的众议院 民主党有反方向的效果 这个就是帮川普建立一个 为什么2024一定要是川普的这个论点 我觉得我在我个人在2024的说法上面 是很公正的就是就事论事 很多人说什么 就是川普就是唯一对他不离不弃 只有川普可以拯救美国 不可以选其他任何候选人 把川普搞得跟金正恩毛泽东一样 连鼓励其他候选人 来称赞其他候选人都不可以 然后在电视上面 大家看到的却不是这个样子 很多主流媒体还有很多保守派的节目 基本上就是已经往 Ron DeSantis 那边一面倒了 那我也同意 Ron DeSantis 在佛州州长这个职位上面做得很好 但是很明显的 他们已经在帮 Ron DeSantis竞选了 在他还没有确定会不会出来选之前 然后我在这边说 等一下各位 还有两年 OK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会比较安全 而且还有初选这个制度 我们先看看这两个人这两年会做什么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方向是什么 再做决定也是OK的 然后我就被说我是 Rhyno太浅健 不成熟 不懂神的心意 我目前试着很中立 OK 我很爱川普 他是我这一生目前当中最好的美国总统 我非常愿意再投票一次给他 我也很喜欢 Ron DeSantis 我不太认识他 但是我觉得他在佛州做得很棒 总统大卫我也愿意投票给他 我觉得共和党里面也或许还有其他的人还没有出来 如果他们可以赢得初选的话 我也会愿意投票给这些人 不管他们是谁 只要我认识他们 然后知道他们的政策方向就好 如果说有这些人出来的话 然后他们可以赢得初选的话 就表示说他们比川普还有DeSantis还要好 但是川普这边最大的优势 而且最应该投给川普的原因 就是自由派左派还是最恨他 但是我不想要因为这个做决定 就只因为左派讨厌谁 我想要就是对美国最好的候选人 但是投给左派最讨厌的人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左派感到谁最威胁他们 谁他们想要最阻止谁当选或是参选 或许就是因为那个人是真正在攻击这个腐败的系统的人 或许那个人不是完美的 或许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领导 但是左派的确是最害怕川普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知道还有两年 或许他们会开始攻击Desantis多一点 或许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就目前来讲 川普就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 川普还是非常有人气的 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的新闻说 川普在卖NFT 我们开开个玩笑 对不对 一个电子的这个卡片 我其实不太知道NFT是什么东西 不过的确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极度教公司 过来跟我谈过 川普推出的这个电子卡片 还不是真的卡 是一张电脑上的图片 就是他的脸 各式印在就是各式各样的超级英雄上面 一样穿着川普穿着太空人的衣服 美式足球的球员 牛仔啊这些东西 很奇怪 对不对 只要按右键save as 就可以有一张的图片 大概差不多一张一百块钱 然后一共有四万五千多张 就在几小时之内 一万四千人 把全部的NFT全部买掉了 虽然一开始这些卡片还是降价了 但是后来又提高了 就是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川普还是有非常非常高的人气 这个带货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市场还是把川普这个牌子 看得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川普竞选2024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而且非常容易成功的 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会这么害怕他 星期一的影片 有一个留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来自Nancy Cho 她说拜登的话 真的恶心到了极点 惨不忍听 为什么除了你们频道之外 没有任何媒体在报道 我说实话 我实在太同意他说的话了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 把我们养成了一堆巨婴 跟圣经里面说的一样 我们不愿意去吃solid food 一天到晚等着牧师来喂奶喝 我们不愿意亲自的去找食物 反而要牧师嚼完之后吐在我们的嘴巴里 如果牧师懒散了 如果牧师有什么坏习惯 抽烟搅冰榔吸毒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全部一起吃下去 圣诞节快到了 就可以证明我们多么巨婴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去什么圣诞节 雪拼之类的 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的 买给小孩的玩具塑胶玩具 圣诞节早上打开之后三个小时 就会不见或是被弄坏 但是这个圣诞节 我们还是可以去买玩具 因为根据统计数字 现在很多买玩具的人 收集玩具的人 不是在帮自己小孩买的 而是在帮自己买的 现在你如果找不到你小孩的 想要的这个蝙蝠虾 或者是芭比娃娃的话 很有可能是一个 大概跟我一样大 36岁的大人买走了 不是因为他要买给他的小孩 而是因为他自己想要玩 CNBC说 在玩具市场有一个崭新的客户群 这些叫做Kidot 这些常识偏低 知识全无的成人 失去了成长的能力 或许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 但是他们的确是 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玩具市场 上面说 现在还有两件事情 是维持着这个玩具市场的生存的 通货膨胀 以及一个族群 叫做Kidot 这些有的赤子之心的成人 把持着每年的玩具市场的 四分之一的收入 将近9 billion 9亿美金 导致这个市场突飞猛进的成长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报过的新闻 就是现在通货膨胀 上班的人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多了 成人待在家里面 他们不是没有事在做的 OK 他们是在玩玩具 我在这边不是在泼冷水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 不是说大人不能玩玩具 而是像我这个样子三四十岁的人 拒绝长大 拒绝责 是一路是一路到来的 其他的 优优独 Joe cnbc reports data We have NPG ensure 续 年 冗 中 jedes 到 公 里面 15 都是 第三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 請各位基督徒先暫停一下 先幫我們世代禱告 God help us 這個已經是一個男人 每天待在家打電動 變成成熟的代表了 他們至少還會用電腦 還會去查資料之類的 還會跟隊友溝通 我們在這邊可以說 一個gamer 一個玩家 比那些玩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 slime嗎 比一個在家裡面 每天在家裡面玩slime的成人 成熟多了 那這裡出了什麼問題 耶穌不是說 我們要變得跟小孩一樣嗎 才可以進天國嗎 其實我們要在這邊 有必要要解讀哪裡出問題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了 一個成人每天玩物喪志 玩玩具有什麼問題 不只是這個樣子 每年還花上上億的美金 來去買小孩的玩具 不只是展現了我們文化不成熟的跡象 還有我們人沒有明確的目標 而且我們有一個前所未有的低品質的物質主義 這些應該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如果說我真的要講這個新聞的話 以下是我的觀察 第一沒有人在說長大就不能玩玩具 不能享樂 相反的享樂玩耍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凡事都要有限度跟秩序才可以 對於一個成年人來說 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把享樂跟玩耍成為我們活著的唯一目標或單一目的 而且這些人對於玩耍享樂享受的觀點 是跟小孩一樣的 沒有改變 他們的身體長大了 但他們的思想並沒有長大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 而且在成長中的 Emotional Immaturity 心靈幼稚狀態 對於這些幼稚的人來說 如果說你跟他們講這些問題的話 他們的反應就是嘲笑你 哈哈你什麼都不懂啊 對不對 然後生氣 你在幹什麼 這就是一個幼稚人最常有的表現 當然如果我們的社會都是充滿這些成熟的有趣的有責任感的成年人 這些成年人有有用的技能 而且跟你可以有有趣的對話 可以了解可以解釋討論想法思想 這些成年人很想要有責任 而且很有目標 然後有一部分這些成年人還是喜歡玩這些玩具 卡通超級英雄 我們可能就會說這是一個收藏或是次文化之類的 不用太擔心這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只會說這些人保持著赤子之心 然後喜歡玩玩具而已 但是很明顯這不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我們的情況是我們身邊有一堆 No ni no koulu 沒有任何的技能還有溝通的能力 他們的野心跟目標跟小孩一樣 而且他們還想要跟小孩一樣玩小孩的玩具 他們是成人他們已經長大了 但是卻沒有自製的能力 各位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色情文化會這麼猖獗 這麼泛濫 為什麼台灣爆紅的那個什麼反骨男孩 就是一堆沒有教養的男生 然後女生只會落來落去 然後撥眼球 男生只會收集公仔 然後在那邊耍白癡 只能做出又膚淺又沒有營養的節目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 這一切都是有關聯的 包括每年花九億美金在玩具上面 還有就是對於懷舊的憧憬 不只是一個巨嬰的症狀 而且還是一個病因 這個造成的問題就是成人的時間被延後 甚至被壓縮了 最明顯就是現在我們的人越來越晚結婚 成家生小孩 這理由很簡單 他們都認為自己就是小孩了 所以他們當然不會想要有有小孩這個責任 而且既然這是他們的選擇 他們就不會發現 當一個成人也可以非常的快樂 而且有屬於成人的成人的快樂 而且你在當一個大人的同時 同時也可以享受玩那些遊戲 玩那些玩具的快樂 我在這裡不是在說 當你長大了 過了18歲之後 你就不能再拿起任何一個玩具了 什麼天使鋼彈 七龍珠 從此以後跟你無緣 而是那些小孩的玩具 你應該是要跟你的小孩一起玩的 我昨天就是在玩飯炸家酒 我當冰淇淋店的顧客 然後我大女兒用塑膠的紅蘿蔔 幫我做了一個做掉的冰淇淋 這些玩具是我跟我小孩互動的東西 是我享受孩子的快樂的時光 我不會一個人坐在地上 用塑膠的紅蘿蔔做冰淇淋 而且這個世界曾經是 如果一個大男人坐在地上 用塑膠紅蘿蔔做塑膠冰淇淋的話 會不會當成是一個no nino kolu 會直接關到精神病院的 當時我跟我女兒玩的時候 我就想起來了 我小時候玩玩具的快樂 不過或許這就是為什麼 我這麼想要兒子吧 但是重點是 現在以一個成人的角度 來去透過這些玩具 來教導我的孩子玩玩具的快樂 現在我玩玩具的快樂 是看著他們的成長 成為他們快樂的一部分 這個是當一個人非常重要的特質 特別是成人 有責任的人 就是要幫助別人得到快樂的同時 自己也找到快樂 助人為快樂之本 這就是其中一個 那第二點 我記得我在討論麥當勞的快樂成人餐的時候就有提到 就是我這個時代 跟我同年齡的人很愛懷舊 我們不斷的懷舊 回想到我們以前多天真多純真 在90年代長大之類的東西 懷舊並不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除非懷舊徹底的讓你脫離現實生活 你變成一個只會懷舊的人 但是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懷舊是為了什麽 而且我們懷舊什麽東西 現在這些KDOT 懷舊的全部都是為了品牌 It's a brand 什麼軌道車、鋼彈 他們懷舊的是一個企業的創造 他們懷舊的是那些企業創造出來的產物 他們懷舊的是娛樂產業 這是一個非常被這些廠商利用成商機的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並不是一個讓人可以更完整 更充實的懷舊 透過經歷懷舊 例如你帶你的兒子去喝個什麽客家擂茶 懷舊家庭 例如你懷舊你小時候家庭的生活方式 這些有意義的 對你來說有特色的這些兒童時光的懷舊記憶 這些是可以讓你的人生變得更充實的方式 我懷念我小時候爸媽還沒有離婚之前 在還沒有天天吵架之前 每天晚上一起吃晚餐 我就想要維持一個家庭 而且讓我的小孩永遠都可以一起快樂的吃晚餐 但是這是一個我可以懷舊的方式 而且是一個我可以傳承給我的孩子 我希望他們也可以傳承給他們的孩子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傳下來一堆品牌、娛樂產品、產業 我們要傳承的不應該是 你看這是爸爸小時候看的星際大戰 你現在也可以繼續看 這樣子迪士尼不但可以賺你爸的錢 還可以賺你的錢 我們要傳承的是我們的經歷 我們的回憶 重要的 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才是最值得懷舊的 因為值得傳承才應該要被懷舊 問題是很多我這一代的跟我差不多年齡的這些小孩 是鑰匙兒童 Latchkey kids 包括我 我回到家 父母都在上班 小時候的時候 很多家庭都沒有人 父母已經離婚了 我們就看著電視在電視前面吃晚餐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很多懷舊 不是我們小時候快樂的經歷 而是當時電視上在播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很多父親 不知道怎麼帶小孩 為什麼我們很多不知道怎麼跟孩子溝通 到現在還在看七龍珠懷舊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那個樣子度過的 我們有責任要打破這個樣子惡心的循環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孩子變得跟我們一樣 最後一點 我知道這段有點長 但是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看到全部都顛倒了 整個文化價值觀全部顛倒 我們有一堆大人 不想要長大 想要玩玩具 想要玩小孩的玩具 同時我們去把小孩 最健康 最可愛 最成真的童年 從我們孩子的生活當中奪走 我們的孩子在學校 被性教育洗腦 我們的孩子很小的時候 就開始接受色情文化 看色情片 我們的孩子從小就去接觸什麼 毒品合法化 氣候變遷 變性 這個樣子的議題在他們的教育 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這一切都是為了要污染這些孩子 還有摧毀他們的純真 然後同時 我們的社會卻不斷地 催促我們這些成年人 要回去當個小孩 重新當個孩子 並不羞恥 好像是我們試圖在跟我們的孩子 角色互換一樣 這樣子徹底顛倒的世界跟教育 必須要被頒贈回來 我們要我們的孩子當孩子 成人當成人 如果我們要懷舊 保護純真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保護那些真正的孩子 真正的純真 現在是他們當孩子的時候 當小孩的時候 我們已經過了當小孩的時候 童年對我們來說已經結束了 我們是成人 哥林多前書13章11節說 我做孩子的時候 話語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這句話是有意義的 這句話是有智慧的 這句話是要有能力 而且要付出行動的 當一個人是有能力 有責任 有義務的 其中一個就是保護 我們孩子的純真 回到這位Nancy Cho 這位觀眾的問題 為什麼這些新聞 只有我們在報導 其他人都沒有報導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社會充斥著 一堆自以為是的巨嬰 我們不想要負社會的責任 以為某個政治人物 就可以當一個超級英雄 賣一賣卡片 就可以拯救我們的社會 因為我們的社會 只想要吃奶 不想要吃乾糧 因為我們不想要去想 我們只想要當一個孩子 扭曲神的話 以為耶穌叫我們變得跟孩子一樣 是在叫我們當一個幼稚 沒有責任無知的人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經營